经文是在格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二到十六节 也最后一节 我们先读几节圣经 有圣经的请打开 格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二节读起 你们要心地宽大收纳我们 我们未曾亏负谁 未曾败坏谁 未曾占谁的便宜 我说这话不是要定你们的罪 我已经说过 你们藏在我们心里 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 好 我想从这两节圣经 我们先看一看 就是说保罗的人生的宗旨 以及他工作的一个可以说是情操 这里面讲你们要心地宽大地收纳我们 这无疑又回到这个格林多后书第二章前面所讲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在格林多教会 有些人的心肠非常的狭隘 而且挑贴保罗指着保罗 说保罗讲话又很重 做事情说了不算数 而且呢 又想管下他们 甚至于在钱财上 想要如何如何 所以保罗就讲 他说 我的心肠完全像一个父母的心肠 大家读前面 我们已经都很清楚了 他说 第六章十三节 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 报答我 我说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 第十一节怎么讲呢 格林多人啊 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 心是宽宏的 有没有做孩子呢 认为父母整天唠唠唠唠 一天到晚 劝啊 讲啊 有的时候这被 好像意思 父母的口劳是张庄 但是保罗说 我的心是非常的宽大 我不是要管下你们 我不是要责备你们 我不是要笼络你们 不是要狭管你们 所以就说 你们狭窄 远不在乎我们 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 所以保罗在这里 再一次的说 你们要心地宽大的收纳我们 做父母的常常是收纳那些 不听话的孩子 哪怕是越而再 再而三 哪怕父母的心 不断地被揉领 但是总还是收纳 总还是 接耐 接待他们 我讲到这里 我记得贝多芬有个侄子 我们知道贝多芬虽然一生都没有结婚 他有个侄子 对他也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遭遇跟经历 但是贝多芬一直对他的侄子说 我的门一直是被你打开的 所以不管他的侄子怎么辜负他 怎么使他痛苦难过 但是贝多芬总归是说 我的心是向你敞开的 你什么时候来 我都是接待你 我想这正是笑学了基督的心肠 因为我们知道 当然贝多芬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正下保罗也在另外一地方讲 基督怎么来接纳我们 我们也要怎么样来接纳其他的人 保罗自己也是身体力行 他就说 我是非常宽大的 我是像父母那样爱护 关怀你们 你们 我求你们 我请你们 也有个宽大的心肠来收纳我们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方面呢 保罗说 我们未曾亏负谁 未曾败坏谁 未曾占谁的便宜 这是一个传道者 多么豪漫的一个宣言 今天 每一个传道人 都应当是 闷心无愧的 光明磊乐的 能够讲出这句话 但是 会不会有些人 如果诚实地对待自己 而不敢想这句话 同工们 我们如果还没有做到这个 我们求主赦免 求主加添力量 是我们效法保罗 正好像保罗效法基督那样 如果我们 做到了这一点 那么 哪怕 有人误会我们 哪怕有人 毁谤我们 哪怕有人攻击我们 不用担心 保罗这里 讲了三个 未曾 亏负谁 这是我们值得很好检讨 我们有没有亏负谁 那有人可能想 我也没有占过教友的便宜 但是我们有没有在其他方面 亏负我们的弟兄和姐妹 为神败坏谁 可能我们没有败坏 其他人的身体 我们有没有败坏 其他人的名誉 可能我们没有败坏 人家的家庭 我们有没有 不敢讲主的真道 以至败坏了其他人的灵性 未曾占过谁的便宜 教友 往往有的时候是 很爱护很尊重 传道人牧师的 尤其在有些地区 有些国家 但 是不是就此 以劳卖劳了 或者是 我是牧师 我是教会领袖 我应当要多对点 我应当要占点便宜呢 保罗他就能够摊开这双手 他说 你们看我这双手 这在使徒行的二十章 当他召聚那些长老来到他面前 他说 我这双手 从来没有贪图过 你们一个人的金银和衣服 相反的 主是 亲手劳力做工 供应自己 也帮助有需要的人 这是 多么有感召的一双手啊 弟兄姐妹 尤其是 做传道的同工们 我们应当 在主面前 好好的想一想 有没有亏负过谁 如果有 求主老书 也到那个弟兄姐妹面前去 请他原谅 有没有败坏谁 有没有占过谁的便宜 我们记得旧约的最后一个诗诗 也是先知沙姆尔 他到年老的时候 他就能说 他帮助大众 百姓说 你们可以讲 我到底有没有贪过你们什么 大家都异口同声的说 没有 你是清白的 在今天这个乌族的时代 很多贪官污吏的时候 在这个世界上 都是追求钱财的时候 一个传道人 能不能讲这话 所以 这是值得我们要 思考的问题 另外 这个传道人 非常消极的 不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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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成 如何如何 下面讲 我说这个话呢 不是要定你们的罪 保罗的良心 是非常敏锐的 他 在这里 固然是不得已的 要为他的使徒的 这份辩护 我们开始就讲过了 格林多后书 有一个很大的主题 就是 为使徒的 这份 而在辩护 为什么呢 保罗是为他自己吗 不 他已经讲过了 恶名美名 羞辱荣耀 他都不在乎 那么 他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他感觉到 当人毁谤了他 也就是 毁谤了他所高取的耶稣基督 当人歪曲了他 也就是歪曲了他所传的真理跟福音 这是很明显 有人就说 你不要听保罗的 保罗算什么 保罗算老几 保罗讲的都是不对 那这样一来 就败坏了 很多很多人的信仰的根基 所以 但是保罗呢 他的心灵又是非常敏感 他在不得已的为自己的使徒这份辩护的时候 我未曾做过这个 我未曾贪过什么人便宜以后 他又怕 这个哥林多教会当中有一些人的良心 又感觉到 哎呀保罗 保罗你这样讲 那么意思就是等于是我们有罪了 我们歪曲你了 我们误会你了 我们辜负你了 我们攻击你了 保罗说 不 我讲这话呢 不是要定你们的罪 弟兄姐妹 我们做传道的 有的时候是很为难 有的时候不得不讲 有的时候呢 不讲也有困难 那讲了呢 撒旦又可以信奉说了 哎你看 他自以为意 你不讲呢 又说你看 他看来就是有这问题了 他是不敢讲了 而还有危险呢 我自己经验当中就说 有的时候哪怕我们确实是对的 但讲讲讲 撒旦也会把我们转转转到怎么样 好像自以为意了 就是自己对 其他人都都不对 或者都得罪了 这个又要防备 保罗在这里就说 下面紧接着的 更加是保罗的 他的一个人生的宗旨 或者他工作的宣言 他说 我已经说过 你们藏在我的心里 一个传道人 我们说 固然也是从事一个工作 但更重要的 他是一个蒙上帝的呼召 保罗说 我们是要 做一个 使人和好的 一个工作 是做一个 亲善的大使 是要把人带回到 上帝基督面前去 是这个工作 他不是一般的 做普通的工作 为了营钱的出入 为了一些 这个东西的进进出出 不 他有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 他把他工作的对象 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 放在心里 这是一个更大的不同 这是跟 一般我们知道 哪怕做一个好的医生的话 也是要常常把病人怎么样 放在心里 是不是 做一个好的老师的话 也要 不是说 教完了课了就好了 走了 要把学生放在心里 古时候的大祭司 就把以色列的 这个 12个支派的名字 刻在这个胸围上 要挂在心上 耶稣基督就是 一直 把我们 敏刻在掌上 我们的强缘 他也不忘记 我们就在他的心里 保罗就是效法主 所以 保罗讲到这里 好像是 吐露他的肺腑心肠 哪怕你们误会我 哪怕你们不了解我 但是 我还是要讲出来 你们是在我的心里 你们在我的心里 我相信这次 只有父母的心 我们都做父母的 都知道 有的时候 可怜天下父母心 尤其是近代的 青少年 很多都不听父母的话 不听父母的教导 我不说父母都完全 但是在他们 讲的对 教导的对的时候 今天也有一些青年人 不依不顺 甚至于 攻击父母 背叛父母 但父母总是说 你们常常在我的心里 你们快乐 我快乐 你们痛苦 我更痛苦 你们走差 答错 我的心更难过 这是保罗的心肠 传道人心肠 第一 消极的 不贪便宜 不败坏人 不亏负谁 积极的 要把弟兄姐妹放在心里面 第三 更进一步的就说 情愿与你们 同生 同死 耶稣说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 为养舍命 今天我们知道 故宫很多 也有些陌生人 也有极少数的 像盗贼那样人 当然 也有些是牧人 但是有多少 是真正的好牧人 愿意喂养舍命 与教友 与弟兄姐妹 能够同生同死的呢 我们离得太远了 求上帝都帮助我们 这里说 情愿与你们 同生同死 不是被迫的 是甘心乐意的 我想 一个传道人的 人生的宗旨 或者他工作的宣言 就应当 这几个方面 我刚提了三点 好 下面 我们再来看看 第四节 我大大的放胆 向你们说话 我因你们多多夸口 满得安慰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分外的快乐 我们从前 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 身体也不得安宁 周围遭患难 万有征战 没有惧怕 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上帝 因着提多来 安慰了我们 不但借着他来 也借着他 从你们所得的安慰 安慰了我们 因他把你们的想念 哀动 和向我的日心 都告诉了我 叫我更加欢喜 我先前 写信叫你们忧愁 我后来虽然懊悔 如今我却不懊悔 因为我知道 那信叫你们忧愁 不过是暂时的 如今我 欢喜 不是因你们忧愁 是因你们从 忧愁中 生出懊悔来 你们依着上帝的意识忧愁 凡事 就不止于 因我们受亏损 因为依着上帝的意识忧愁 就生出 没有后悔的懊悔来 一直得救 但世主的忧愁 死 叫人死 你看 你们依着上帝的意识忧愁 从此就生出 何等的 殷勤 自恕 自恨 恐惧 想念 日心 自责 在这些事情上 你们都表明自己是 洁净的 我虽然从前 写信给你们 却不是为了那 亏负人的 也不是为了受人 亏负的 那要在上帝面前 把你们顾念我们的日心 表明出来 故事我们得了安慰 并且在安慰之中 因你们众人 使提多心里 惨快 欢喜 我们就更加 欢喜了 我若对提多夸奖了你们什么 也觉得谬 惭愧 因为我对提多夸奖你们的话 成了真的 正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也都是真实 并且提多 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 是怎样的恐惧 战兢的 接待他 他爱你们心肠 就越发热了 我如今 欢喜 能在凡事上 为你们放心 好 我把这个经文 先读了一下 我们先 听一首圣诗 然后我们继续来 学习讲解 愿我们以感谢为敬献给神 欢呼诉说祂的作为 当心深自我救赎主 当心深风富与悔 当心深过去的痛在 当心深住在我旁 当心深自温暖春天 当心深夜 当心深井vor 感我眼眉 感谢神 色无敌 感谢神 讨讨梦阴雨 感谢神 为梦吹起 感谢神 我曾经共望 感谢神 风吹风雨 感谢神 许我不愚弄 采取我你的胃 感谢神 许我写恨天 感谢神 无必想 传以感谢献上为祭的 便是荣耀我 难按正路而行的 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 感谢神 此处方玫瑰 感谢神 没坠入死 感谢神 我家庭温暖 感谢神 有不盼望 感谢神 此时有忧愁 感谢神 尽舍变好 感谢神 尽变好 我们刚刚读的圣经里面 你有没有印象哪几个字出现的最多 我看就是快乐了忧愁 是不是 其实人的一生当中 免不了有快乐又忧愁 我再讲你是不是接受 如果我们过了一生 没有体会过什么是真正的快乐 也没有了解什么是真正忧愁的话 我们好像是白过了这一生 波罗斯强调的就是说 是真正的快乐以及真正的忧愁 大家都喜欢追求快乐 但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快乐 很多人都会遇到很多的忧患 但是是属于什么性质的忧愁呢 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探讨思考的 那么在这个格林多后书第七章里面 保罗提出了 我们先讲这个忧愁 好不好 有几种 有两种 一种是说 依着上帝的意思忧愁 一种是世主的忧愁 当然保罗在这里提这个问题 不是平白无辜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以前已经讲过 格林多教会里面 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 保罗非常的痛苦 也非常的忧愁 甚至于呢 就写信 责备他们 爱之真 言之切 可能用的语气也很重 第一种解释 也就是 我们所接受的一个解释 认为是比较更好的一个解释 就是格林多教会里面 不是有一个人 胆大妄为 居然做社会上一般的人 都不敢做的事情 就是他跟他的 这个继母 同居 这是 在当时的时代看来是 很大的罪 但是教会怎么样呢 没有反应 无动于衷 保罗就一怒破发 他说 还不把这样的人赶出去 把他交给撒旦 摆摆他肉体 或者他给悔改 以至于灵性能够得救 保罗意思就是说 你们怎么麻木糊涂到这个地步 你们有口才 有知识 但是在 善恶 是非 黑白面前 你们 居然 何悉你 居然 没有任何的反应 没有任何的表示 你们脚到底站在哪里 后来呢 保罗写了这个书信 也就是前书 以后呢 经过一段的这个纷扰 可能有一度 当时听不进去 但后来呢 他们还是接受了 也处理了这事情 保罗就得到很大的宽慰 这就是今天的这个背景 这是一种讲法 当然第二种讲法 我上次已经简单的交代过 这里面所讲到的 亏负人的呢 是指着 格林多 有一个人就带头 就是攻击保罗 攻击保罗 这样不是 那样不是 又不是使徒 又如何如何 保罗就写了一封 很严厉的信 去指出 他的问题 教会的问题 那么这是第二种讲法 那么 我相信的 可能是第一种讲法 会更腐黑些 而且这里面 我是这样想啊 因为带头闹事的 或者是这个 在教会里面起哄的 或者是 败坏保罗名义的 肯定不止一个人 我想 但是这里 讲 我第十二节讲 虽然 我重新写信给你们 却不是为了 亏负人的 这是一个单数 也不是 为了受人亏负的 有人说 这是指着保罗 那么 看来 还是前面一种解释 说不定更好一点 不管怎么样 这里面就 保罗就是在这个背景下 讲忧愁的问题 他说 我先前写信 叫你们忧愁 我后来虽然懊悔 但如今我不懊悔 因为我知道那个信 叫你们忧愁 不过是暂时的 如今我欢喜 但你不要以为 我欢喜什么 是因为你们忧愁 不 是因为你们从忧愁当中 生出暴鬼来 你们依着上帝的意思忧愁 凡事就不止于 因我们受亏损了 保罗很清楚 我没有亏损过人 但是 如果我们不正确的 对待上帝的话 对待神普人的信息的话 我们以为是受了亏损 保罗在这里很清楚的讲 其实不是 当时这封信 你们一时受不了 但是 现在看来 却有好的结果 因为你们真正知错了 而且你们懊悔了 你们悔改了 这就是依着上帝的意思忧愁 第十一节说 你看 你们依着上帝的意思忧愁 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 哎呀 过去 错失了为主做见证的机会 现在应该更殷勤 自助 我怎么搞的 我连 这样的明显的是非观念都没有 自恨 恐惧 想念 保罗真是 非常关怀我们 过去以为 最好保罗离的原点 最好不要看见他 甚至最好当面侮辱他 但现在 想到保罗 在远方 在为他们祷告 在为他们流泪 就非常的饗宴 日心 这个执法 小子做自责 就自己责备自己 所以保罗说 这种是依着上帝的意思忧愁 这很有意思的 我相信大家都熟悉 耶稣在登山 宝序里面所讲的八福 是不是 第一个福是虚心的人 有福了 因为是天国是他们的 你不虚心 听不见上帝的话 甚至于 圣经的道理 你也不想听 神的普通所传的信息 你 拒之门外 充耳不闻 虚心的人 才是有福 第二个福分是什么呢 哀动的人 有福了 因为他们别的安慰 我以前已经讲过了 这个有福了 这个字在 希腊文是 Makarios 这是一个快乐 是圣经的快乐 一个骄傲人 你不要以为有快乐 只有虚心的人有快乐 这点我们 或者还容易理解 第二点说 哀动的人快乐了 这是不是矛盾呢 不矛盾 这是属灵的统一 就是为什么呢 为自己的罪 为别人的罪 为世界的痛苦 而难过 而悲哀的人 这样的人 就有真正的快乐 所以我开始讲 活在这世界上 你问问每一个人 他总忧愁过 而且呢 不论怎么样讲 在一生当中 总有过短暂的 或者比较长的 快乐的经验 或者时间吧 是不是 那到底什么是 真正的忧愁 真正的快乐呢 哀动的人 有快乐 为了自己的罪 为了别人的罪 为了教会的罪 为了世界的罪 或者痛苦而哀过 而难过的人 这样的人 才有一种真正的快乐 可能他的快乐 不像一般的嘻嘻哈哈 不 他有一种内在的 一种甜美 因为他知道 有赦罪的平安 他知道上帝就接纳他 他知道 他在跟基督一样 做这个祭祀的这份 所以保罗说 你们依着上帝的意识忧愁 就会有好的结果 第一呢 就是伸出悔改的心 第二呢 我们知道 依着上帝的意识忧愁 就是带人走向救恩 走向得救 你不认罪 不悔改 不为罪 而 痛苦 忧愁 不愿意离开罪 怎么能够进入永生 怎么能够得到神的救恩呢 世界上一般人 是什么 什么忧愁啊 犯了错误 到底是为这个错误本身忧愁呢 还是不好了 我这错误被家里人发现了 我这错误被同事同学发现了 是为这个 哎呀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其实呢 我做了这事情 后果会怎么样呢 是被发现 是考虑到他的后果 为这个忧愁 这个不是依着上帝意识忧愁 依着上帝的意识忧愁 是在圣灵的光照下 在上帝的话语 这个禁止面前 我们知道 我们亏负了上帝 亏负了人 其实也得罪了自己 因为我们人是按照上帝形象造的 也失去了平安 为了这个难过 结果就把我们带往悔改的道路 悔改的道路 就是连接着往天国的道路 没有什么short cut 激情 没有的 这里就是说 这个 依着上帝的意识忧愁 而且依着上帝的意识忧愁 不会再后悔的 你知道吧 一般的事情忧愁啊 会后悔的 会后悔的 这个 大家有没有听过中国 以前讲过这样的故事 有一次 就是说 有个人偷东西 但是一般人是不知道 结果呢 有个官就把一个人带到这个 一个黑处处的屋子里面去 他就讲 你 讲讲看 你到底有没有偷 你如果偷的话呢 你知道这个屋子里面 就有个手会在你背后怎么样 会要写出你是一个贼或者是一个强盗 那时候没偷 我没做过这事情 好了 那么这官就说 你进去吧 你进去吧 好了 一进去以后呢 他心里面想 这官刚刚讲的 如果我真的偷了呢 这个在我背后会写字的 他想 好了 我有个办法 他就贴住这个墙 他想 我靠着这个墙 贴住这个墙 总共 没有人在我背后写字了 好了 过了一阵 他就出来了 这官说 你有没有偷啊 他没偷没偷 你看看你的背后 把衣服脱下来 原来 这个官就在墙的后面 都弄了墨 都弄了一些字 如果 他没有偷的话 他不用怕 后面有人在写字 在背后会点他 多他 对不对 他正因为作贼 所谓心虚 这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至于真正的认罪悔改 他不会再后悔的 哎呀 我还好 我就讲这一点 或者是我 没有讲出来 不 他不会后悔 他一五一四的 在他面前倒出来 求主的饶恕 如果是依着世主的忧愁呢 哎 他心里面就可能想 我傻瓜 我为什么讲这么多 其实人家没有掌握这么多 或者一场虚惊 所以 依着世主的忧愁呢 结果 保罗斯讲一句话 第十节说 但世主的忧愁 是叫人死 依着上帝的意思 忧愁 就是圣洁的忧愁 一种来自天上的哀动 那是 使人生出有多少美好的结果来 像刚刚我已经读过讲 殷勤 日薪 等等 很多美好的果子 最终还 引导到永生 但 这个世主的忧愁呢 保罗斯讲的一个词 是叫人死 你说什么死 我说三个死 第一 使人的身体也会死 我们知道 一个世界上一天到晚忧心忡忡的人 一直没有心里平安的人 他一定 短命的 一定不会健康 第二 他一直心神不定 第三 他的道德 灵性死亡 这是很可悲的 我们必须要注意 所以 我们在世界上 难免会忧愁 但是我们必须要省察一下 要 分辨一下 我这个忧愁 是什么性质的忧愁 不同性质的忧愁 就会带出不同的后果 好 下面呢 我们就看这个快乐 你看 保罗在这里 第四节 大家看啊 第四节 我大大的放大 向你们说话 我因你们多多的夸口 满大安慰 我们在一起的患难中 分外的快乐 这是一种快乐 今天世界上的各个都说 寻求快乐 快乐快乐 什么快乐 吃吃喝喝 疯疯癫癫 或者在酒吧间 夜总喂 或者在赌场 疯疯癫癫 具有种 外面的喜笑 但是心里在 折磨 心里在 悲哀和痛苦 今天魔鬼撒旦 也正是 用了这一招 吸引了许许多多 其实也不单单是 青少年人 甚至连中年老年也是 在通向地狱的道路上 铺满了花 传出一阵一阵 诱发人的香气 其实 这个背后都是死亡 有一条路 人以为正 至终 却成为死亡之路 但是另外一种快乐呢 保罗就说 在一切的患难中 有分外的快乐 意思就是说 按常情 按常理 按常人家 是不会有快乐 但是 因着这是一种圣洁的快乐 它非但有一般的快乐 还有 分外的快乐 这个 我刚刚不是讲的八福吗 第一八福是什么 为义受逼迫的人 哎呀 有人说 虚心的人有福 我已经不大能够接受 怎么 哀动的人有快乐 我更加不懂了 温柔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 有快乐 有福 不能接受 但是更加不能接受的 就是说 使人和睦的人 我做和平的 使者 谈和平的福音 还要受逼迫 因为 紧接着的福 为义受逼迫人 有福 耶稣紧接着怎么讲 是的 天国是他们的 而且 耶稣说 人若为我的缘故 如万年 逼迫你们 遇到各样的坏话 毁伴你们 你们就应该 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的天上赏赐 是大的 这在英文说 你们要 exceeding 就是说 要非常的快乐 非常的快乐 保罗在这里说 我们在 一切的患难当中 分外的快乐 分外的快乐 但是他这快乐 不是说 坐在这个象牙塔 坐在这个 这个皇宫当中 或者是 过着非常安逸富裕的生活 不是不是 他下面讲 我们从前 到了马其顿 身体不得安宁 周围都有患难 外有斗争 内有惧怕 可以说 身心 以及生活的环境 周遭 都充满了 严厉 困苦 但是 在这样的时刻 第六节说 当然 安慰上气之人的上帝 保罗也是人 是不是 也有血肉之体 保罗不等于说 人生当中没有走过低谷 他说 在我上气的时候 安慰上气之人的上帝 接着提多的来到 安慰了我们 所以保罗就说 我在那样的光景当中 我还是格外的 欢喜快乐 你看 后面好多节圣经 第四节是这样 第五节呢 我们从前 然后第五节又讲到 第六节呢 第七节呢 都是讲到这个 第七节说 不但接着他来 也接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 安慰了我们 安慰也是用的很多的 我把安慰快乐都放在一起 你如果没有平安 还有什么喜乐呢 是不是 但是单单有平安还不够 你必须要有喜乐 但是你如果不受安慰的话 你怎么会有平安呢 你老是埋怨 老是失望 老是悲哀 老是不满 那不会有平安 不会有平安 更加就有喜乐 这里讲 因为他把你们的思念 哀动和向我的热心 都告诉了我 叫我更加欢喜 刚刚说是分外的快乐 现在是更加的欢喜 保罗就讲到 他过去跟哥林多信徒之间的 一个关系 一度出现僵局 一度出现火热的场面 一度他在哥林多这些 无人或者是没有重生的信徒 这个敲扰下 他很痛苦很忧愁 不过保罗总是有一个属灵的 这个眼光 而且 一个心正的人呢 就不怕人意 一个光明蕊落的人 也不怕一时的黑暗 一个无私的人 他总共是无微的 所以保罗说 我有过一度 哎呀 我不写的也好 反而写了 没有起到好的结果 有一度 这个哥林多教会 能闹事的更厉害了 反对他的声音更多了 不过保罗还是忍耐 等候在上帝面前 还是没有放弃他的爱 没有放弃他的忍耐 没有放弃他的盼望 所以后来就看到好的效果了 他们悔改了 他们转向了 所以保罗就说 我多么快了 非但是这样 保罗猜提多去 提多没有来的时候 大家知道 眩疑的时刻是很难过的 到底怎么样呢 到底会如何呢 我现在再猜提多去 会不会解决点问题呢 或者是招来更大的麻烦呢 非但我痛苦 使得提多也受到 这个受到这个连累呢 使得提多也受到 他们的侮辱 或者是排斥呢 哎呀 提多回来了 保罗一看到提多心里面 就快乐了 至少他想念了弟兄 他的同工一回来 再听提多一报告 哥林多的信徒也悔改了 而且现在对你 非常想念的时候 保罗说 他大的快乐安慰 这个第36节 怎么讲 故事我们得了安慰 并且在安慰之中 因你们众人 使提多的心里 惨快欢喜 我们就更加欢喜了 又一次 那一期圣经里面 用了两次 这个欢喜欢喜 最后一节 我如今欢喜 能在凡事上 为你们放心 喜乐 保罗这个喜乐 是在一切的患难当中喜乐 保罗的喜乐是为了 人能够悔改 能够转变而喜乐 但有的人不是 尽管人家已经改变了 已经悔改了 还是抓住不放 还是厌恶 还是仇恨 还是排斥 这个不是真正的爱 真正的爱 一定是不想遮备 最好不要遮备 而遮备只是一个最后的手段 而这辈的目的 也是希望他能够重新的建立 这打直是为了 残过他 为了医治他 这是保罗的心上 而悔改了就欢喜快乐 第三个 保罗的快乐还因为 他自己说爱的人 在这里就是说 提多他的同工 得做了安慰 得做了鼓励 得做了帮助而快乐 这点也是很奇妙的 弟兄姐妹 有的时候 人家关怀我们 或者是爱护我们 或者我们很大安慰 但是 如果看到 有人很关怀 很爱护你的孩子 你也会快乐 因为 爱心都是连通的 你如果真的爱你的孩子 人家爱你的孩子 也就是等于爱你 所以耶稣说 怎么样 尊敬我的就是尊敬的 差我来的父 因为 耶稣基督是非常尊重上帝 什么人侮辱上帝 耶稣的心很痛苦 像这个 被刀刺那样 但什么人爱主 正像老约翰也讲 他说 没有比 我的儿女 能够 在真理里面 能够 遵行 使我更快乐的 老约翰 也是个单身 但是看到 弟兄姐妹 能够 一心爱主 他说 没有比这个更快乐的 耶稣也讲 接待你们 就等于接待我 在 马太福音 二十五章的 比喻里面 更加清楚了 是不是 耶稣说 我饿了 你给我吃 我渴了 你给我喝 我吃生露体 你给我穿 我在病毒当 你来看我 我在监狱里面 你也来探监 这一人就说 我哪里做过这事情 耶稣说 这些事情 你们做在 我一个最小的 小子身上 就是做在我身上 所以 保罗有很多 喜乐的权盈 第一 在患难当中 上帝安慰他 所以他有平安 有喜乐 第二 他看见 他的痛苦 他的委屈 结束了果子 使得 人能够悔感 尤其是他所建立的教会 尤其他所关怀的教友 能够长进 他快乐 第三 看到他的同工 快乐 看到他同工 能够得着接待 他也快乐 所以保罗在这里 整个这一段 是给了我们很多的信息 16节 我如今欢喜 能在凡事上 为你们放心 他爱你们的心肠 也就越反越 这是指提多 提多去的时候 战战兢兢 圣经没有记载 他有没有推 保罗说 不去了 去可能没有什么 这个圣经没有记载 但是我相信 提多去的时候 都是把握不定的 因为他想 连着保罗写的信 他们都不接纳 都反抗 我提多只是保罗的一个同工 不能声望 不能从哪里都不接保罗 会怎么呢 所以 提多去的时候是这个 但是 经历了那里弟兄姐妹的接待 以后呢 这里讲 提多爱你们心肠 就越反越了 有个金口教父叫Chris Austin 他引用这个讲法很好 他说 所有东西都是越长冷碎的 同样的 一个人如果有爱心的话 爱心火热的话 他的心就会宽大 这是很有意思 越是一个冷碎的人 他的心肠就越狭隘 越是一个日心的人 有爱心的人 就使得他的心胸能够广大 广大 那么 提多感受到这一点 感受到这一点 好了 最后我想 我们知道英文有个joy 就是快乐的意思 J-O-Y 我们常常讲 这个J如果代表Jesus 耶稣 第二呢 这个O代表others 其他人 这个You Y呢 代表 You Yourself 你自己 我们如果位置排队 以耶稣做第一 耶稣的快乐 是第一个 我最快乐 第二是别人的快乐 第三才是来到自己快乐 忧愁也是 如果耶稣忧愁 我忧愁 别人忧愁 我忧愁 不要把自己的忧愁 跟快乐 放得太大 愿上帝 光照我们 帮助我们 好 我们下次再学习 我们下次再来